Good morning everybody 哇 我現在看起來是不是滿臉的想睡覺 而且還完全素顏 對不起大家的眼睛啊 哇 有點不太好意思給大家看我的素顏 有點醜 今天呢 我選擇Work from home 因為我昨天晚上大概五點鐘才睡吧 我昨天跟朋友聚餐完 回到家大概就十點半左右 然後我媽就身體有點不太舒服 所以我就陪她去了急診 那進去之後 其實我們大概好像十五分鐘就見到醫生 然後後來就是一系列的就是抽血啊 然後芯片圖啊 然後啵啵啵啵 因為有些症狀需要被觀察一下 所以最後我們好像是早上四點鐘的時候 醫生說好你們可以回家了 然後我們就謝謝 謝謝醫生 謝謝護士 其實我今天呢 有堆到滿出來的工作要做 我其實在想 我今天大概就要進公司 或者是我可能下午再進去 因為我們家的網路實在是有點慢 我覺得我在家工作我可能會 所以就是 耐心 耐心降到最低點 大家現在看到這張臉就是 昨天早上五點鐘睡 然後今天早上十點鐘爬起來 當社畜的人 的臉 會不會想要Alocate Project 她這個兩點之前也會恢復我 我心想知道 我...就是太天真了 剛剛我這樣掐指一上 發現可能還是要進公司一趟 所以我現在要出發去公司 唉唷有點癢 不好意思 然後弄一弄差不多 我應該就會去洗照片 我終於終於把我手上的兩卷飛鈴拍完了 我剛剛在公司好不容易把我剩下 所有的飛鈴都拍完了 然後現在要來洗照片 我來的這間叫林哥 將 成功 你今天要拍拖 那時候很醜耶 蛤 你要跟我做到公司嗎 我剛開玩笑 嗨 我現在在我們公司 Sorry 這個電話廳很像是 小小的一個一個的 獨立會議室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做康扣啊 然後或是工作 唉唷 為什麼這麼喘 今天早上是妮可安 然後裡面是Puzzle 然後我的褲子是Morgan 哈囉 哈囉 來 你跟我的vlog say hi 哈囉 你的vlog say hi 我現在的樣子不能出演 蛤 為什麼 沒有化妝 然後我超醜的 現在這樣子 我樣子超累的 我們的樣子有哪一天是不累的嗎 我要確定一下我要早點睡覺 你早點幾點睡 昨天其實算早兩點多 喔 不錯耶 我剛發你了沒有 那你是不是可以看一下 等我一下 就像剛剛她很快的先在頭髮 所以她是女生 先別到洗洗 對 現在是7月5號的7點鐘 然後我在搶Seventeen的票 無望無望 37,100號 這個 3萬多號的部分 沒關係 至少我嘗試過了 會不會其實她跳這麼快 是因為大家進去之後發現其實都沒有位置了 然後大家就跳出來了 我覺得有可能是這樣子 你要選這邊還要 欸 沒了啦 掰掰 7月5號 7月5號 今天是7月5號 然後我剛才申請了 今天我從後面要進公司的 那真的恰自己 然後發現我今天好像 進公司的運勢會好一點 苦惱推薦 CAMAL的特調咖啡 好笑喔 不會啦 OK 素顏 哈囉大家 我今天在公司碰到誰呢 我們剛剛在後面討論 7月5號的討論 大概有20分鐘 對 克拉賢貝 旁邊的同事在吵架 真的 我跟妳說自從我入坑了7月5號之後 我就開始狂推阿星的那個 路肯定一遍 欸克拉賢貝 妳們有在上班嗎 我沒有 妳不是要去撿遍嗎 在上班嗎 在上班嗎 我說欸妳前兩天是不是也有 也有在搶那個 對啊 我進去的時候大概是4萬7 真的什麼都沒有 我看到那個數字 我就直接放棄 其實基本上是 應該抽票就沒了吧 欸我想問 因為我第一次搶票 他們就是抽票是抽多少張 沒有不會講 所以我大概才有可能 第一輪就沒了啦 然後其實他今天 為什麼要來公司呢 所以他等一下要搶另外一個頭 對 好 好 好 你們在拍攝嗎 你們在拍攝嗎 我想說 什麼 來我們講一下妳的本名是神 跟大家 我的本名是神寬 第二名是靜翰 對 其他人是一樣的 一樣 我順不住不喜歡的 真的沒有 在那邊聽了光輝 我真的很快樂 謝謝大家 應該要開始了 開始了 但是可以再濕透一點 就不用這樣 有一樣要注意的 就是由10號到月底 31號 早安 今天天氣 一樣是非常好 我媽應該很開心 因為這個天氣 感覺很適合曬棉被 所以我今天最大的目的就是 要去補貨 我等一下要去一趟超市 去一趟去城市 可是 可能靠市美 你們看我現在有多狼狽嗎 我整個臉都是汗 然後 我剛剛看了一下 今天天氣有幾度 你們知道嗎 今天天氣有37度 剛剛一度飆到39度 你敢信嗎 差點忘記講 我今天不只是買我自己的東西 我還要幫朋友買那個 算半首禮嗎 不是半首禮 就是幫他們代購啦 所以我今天的第一個客戶呢 就是Witty 我現在在 中山區的 新光三越南西館的一館 要幫他買一個 東西 對 希望我回去的時候 我可以獲得 一盒 挖Cookies 作為 我的代購費 嗯 這個就是這次 Witty 要代購的東西 結果我自己也買了一罐 好 好 我來吃 我來吃 冰淇淋 你要我幫你拿著嗎 對 好吃嗎 KID doesn't share food 好吃好吃 我覺得真的蠻好吃的 因為我本來就是很喜歡吃木瓜 因為我 想要胸邊更大 對 所以 木瓜棒棒 認真講 我覺得 那個質感 Texture超棒 因為我很喜歡 有一點 紮實的感覺 然後木瓜的味道 超 超濃 自然 很natural的感覺 沒有太多flavoring 的感覺 可是很醜耶 真的 因為他在一直都在融合 這個是我每次回台灣 都一定會買的 康寶農村 哇 超多種 滿漢大餐也是我之前小時候很常吃的 然後這邊呢 三包只要135塊台幣 然後 香港的話應該基本上是兩倍錢 這個也是我覺得很具有台灣代表性的 麵 這小時候很常吃的零食 尤其是每次去郊遊的時候都在這邊買 但我自己更喜歡吃草莓 或是還有另外一個是抹茶的 我覺得很好吃 這個也是非常非常經典的 就是很常青的那種小點心 但是我個人沒有很喜歡吃夾心酥啦 但有些人喜歡吃這個夾心酥配牛奶 這個的話呢 香港應該是沒有的 它是乖乖 這邊呢 就會有一個地方你可以自己寫 什麼 例如說 機器乖乖啦 印表記乖乖啦 然後就把這個乖乖放在那個機器上面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台灣人的 怎麼說 迷信嗎 一個小小的習俗 所以在劇場啦 或是公司都很常看到 買 滿天心跟飽咖咖也是 就是從我有記憶以來 就已經是很經典的 那個小收的零食了 還有這個可樂果 可樂果現在出超多口味 你看有山葵 這是什麼 胡椒鹽 這個 九層塔 原味 酷辣 九層塔好了 沒有吃過 跟香港一樣 台灣的那個洋芋片也很愛出一些 很特別的口味 像是這邊有這個 麻婆燒豆腐 牛肉口味 樂野牛排 辣子 雞丁 炸雞 差點忘記這個蝦味餡 蝦味餡也是一個超級經典的零食 如果大家沒有吃過的話 可以吃一下 我再次用了大概40分鐘的時間 把我的精力給收好了 啊 現在真的很熱 為什麼今天會這麼熱 為什麼 OK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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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欸我再說了 那個要走走 謝謝 謝謝 然後我現在在貴賓室裡面吃一點東西 因為我今天 technically是沒有吃午餐的 那為什麼我會在貴賓室裡面呢 是因為 我之前辦了一張信用卡的 進貴賓室就是它其中一個福利這樣子 我是大概從這一兩年開始去研究那個信用卡跟里程數 因為以前真的也沒有那麼長搭飛機 然後就沒有什麼動力去好像認真的在看Miles這件事 像我的話可能今天我比較有機會會非常突 所以我就會想說可不可以用信用卡的方式 然後去累積多一點Miles 然後之後可以做升等或是換機票這樣 但像我朋友他選的信用卡就是可能他平常很需要停車的優惠 或者是或是一些餐廳啊訂票的優惠 我覺得這就是每個人自己就是你到底需要什麼 我覺得信用卡是一個很值得大家去研究的一個東西 但是絕對絕對要選一張是 在你的能力範圍裡面你絕對不要就是over-spending 因為over-spending很容易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網路上面會有很多不同的比較 你可以可自己一個一個去看他們的條款 可他們的一些benefit 知道嗎 在19, back then I wasn't talking to anyone but me though when I think about it that wouldn't even make a difference when you feel no feels that you make that your mission oh the others are a nuisance everything before this now I know it's practiced I don't have a game plan, I don't have a tactic, no I just let it all happen